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训练结束后 接受采访时 发表了对字母哥续约的看法 官宣 重磅签约达成 哈登交易有三大进展 詹姆斯支持字母哥留队 重磅签约达成 雄鹿今年为了留下字母哥 真的是诚意十足了 他们先是通过交易得到了霍勒迪 而后又签下奥古斯丁 波蒂斯和克雷格这些经验丰富的汉奖 雄鹿为字母哥献胜的是历史最大合同 2.28亿的合同排在历史第一 而字母哥顶星续约之后 雄鹿的军心稳定了下来 虽然雄鹿在季前赛暴露了很多问题 新来的霍勒迪看起来有点水土不服 但只要字母哥在 雄鹿就是夺冠热门之一 他离队了 雄鹿直接变成鱼南球队 而在当今抱团取暖的年代 字母哥续约留队也获得了一些好评 字母哥此前就表示 他会努力争夺总冠军 不拿冠军不退役 直到45岁 哈登交易有三大进展今天 一位记者爆料了哈登交易的三大进展 第一 火箭方面对蓝网的报价不感兴趣 蓝网方面 他们不愿意送出杜兰特或者欧文 而昨天也有媒体爆料火箭对欧文不感兴趣 第二 蓝网如果想得到哈登只能通过三方交易 火箭的要求里面有一条就是希望得到一名有天赋的年轻球星 像勒维尔 丁威迪这样的球员 虽然有实力 但他们没有打进过全明星 第三 费城仍然是火箭潜在的交易伙伴 他们有西蒙斯 西蒙斯至少打进了全明星 而昨天也有媒体爆料火箭爆架费城 那就是他们希望得到西蒙斯和三个首轮 目前费城还没有做出回应 詹姆斯支持字母哥留队 在字母哥续约之后 媒体也是采访了詹姆斯 想看看湖人球星对字母哥续约有什么看法 詹姆斯支持字母哥留队 他表示字母能留在熊路 继续为球队效力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字母哥的新合同年薪已经超过詹姆斯 还在历史第一 对此 记者希望詹姆斯比较他自己和字母哥的合同 詹姆斯表示这没什么好比较的 因为两人的情况不同 有不少球迷认为 字母哥在31岁之前恐怕很难夺冠了 他自己本身技术特点就存在问题 那就是投篮太差 这是很容易被对手针对的 如果字母哥在接下来几年仍然没有改善自己的投篮 他还是没有希望夺冠 但现阶段字母哥续约拿一份超大合同是正确的决定 美国记者曾表示 字母哥完全可以提前续约 如果之后他觉得熊路无法给他带来总冠军 他也可以申请交易 对于字母哥自身来说 他已经表达了对总冠军的渴望 各位球迷 字母哥在未来会申请交易吗 欢迎留言交流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